那师父 王爷伤得重吗 已经一天一夜了 他这是强行运功 只是内伤发作 毒腐素 可还有哪位英雄 愿意前来应战 如若无人再来 那 什么 阁下是 按照江湖规矩 总得先报个名号 我从来不守规矩 你究竟是谁 但凡我想要 你从来没有得不到 不是暗器 是骨子受伤了 抓住他 居然敢向神毒书把暗器 抓住他 吓死了 告诉他不要乱来 那小皇帝的天下 就那么重要吗 男师父 现在要如何是好 你先去城中 寻一处宅院 要安静些的 这 因为这次比武招亲 城里早就住满了人 莫书是空院落 就连空房都没了 那周府呢 周府 那可是楚皇的住处 就因为是楚皇的住处 安静无人打扰 还有玉林军暗中把守 最合适了 快快去 这 被愣着干什么 快去啊 去去去 是 属下这就去 进江文学城 宇孝兰山原著 猫尔FM出品 北斗企鹅工作室制作 广播剧 帝王攻略 第三期 有人捣乱 是 那人据说 曾经和追隐公结下梁子 此番 趁乱来寻仇的 可有人受伤 沈千玲小公子中了暗器 千番将军 在比武中吐血落败 昏迷不醒 被人抬下去了 下去吧 皇上 皇上 出了何事 皇上 方才客栈那头来人说 西南王受了伤 已经昏迷不醒 一天一夜 想要找出 僻静的柴子疗伤 受伤 话是这么说的 皇上您看 派两个人跟过去 先将人带来再说 是 老奴这就去办 就把它搁在这儿 这 这床该不会是皇上用的吧 别废话了 快点 怎么会伤得如此严重 灰处皇 王爷先前脸功之时 曾不顺走火入魔 此番又在擂台上 强行运功 所以 伤了心脉 这 可要 请九殿下来看看 正巧 他也和追隐功一行人 来欢天寨了 不必不必 我来便好 阁下是 回楚皇 这位是我家王爷的师父 那老奴 这位公公 不如带我去厨房 烧些热水 等会儿王爷好用 前辈 他为何突然走火入魔 并非突然 白月原本就有内伤 此番在比武招亲时 又强行运气 何时受的内伤 此时说来话长 那时我徒儿 师父 你醒了 醒了便好 醒了就不用手脚 贪软 蹊跷流血 印堂发黑 万已实心 生不如此 还请主皇 务必将我这徒弟抱紧一些 免得又出事端 我还去厨房看看 月水可烧好了 你中的骨 西南王府长大的人 谁身上没几条骨虫啊 算不得大事 那为何 会突然走火入魔 自然是因为 练功不得要流 即使身受重伤 便该回西南王府好好休息 此次西北之战 段王不必去了 我不去 谁帮你 武林盟主沈千锋 他与小景是朋友 还有追隐公主 秦少语通行 看来帮手颇多 也罢 那我回西南了 好好休息 这里巫人会来打扰 好 好 怎么了 无妨 过阵子便会好的 你 真的没事吗 那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得问我那个好师父啊 怎么样啊 荷欢谷是不是成效显著啊 深重荷欢谷 若是不能及时做些事情 怕是会爆啊 多年快去 把青楼里最好看的姑娘 都包下来 十几二十个就够了 是 白月啊 为师已经用荷欢谷 吞掉你体内发作的金蚕线 虽不长远 至少可解一时之苦啊 十股销魂 徒儿不介意 宋师父再回坟里 多待上两年 不说了 一会儿端点就带着姑娘们回来喽 不管 不管 不管我师父说什么 都不要心 为何不早些告诉我 你种的金蚕线 因为丢人 再说 若是 不能来比我招亲 岂非白白错失 大片西南风地 你这里 有酒吗 你还有伤在身 金蚕线 一年也就行一回 如今已经压下去了 喝点酒 也能缓解 现在这个 这个情况 少在朕面前犯皮 别倒了 酒太烈 喝都会醉的 醉了又如何 我还有话要说 当真要自己去西北 君无戏言 刀剑无眼 打起仗来 要多加小心 我也将西南军 安插分布在 铸西北重镇 这是兵符 你拿着 待到漠北 叛军南下之时 自会有人来找你 多谢 何必言谢 你的伤 当真很重 跟你说了 师父的话不要信 朕在问你 即便是手上破了个口 也会被他说成 是断了胳膊 没事就好 好好照顾自己 如若我出关之时 西北战是未了 我便去找你 好 师父买的都是些什么 绣花扇子 迷人 还不如给个乌骨小人呢 还能扎一扎 单凭这些东西就想收买我 想得买 男师父已经费尽心思了 真的就买了这些 不行不行 咱们也得再加上 他心爱的紫金骨 小王爷 换一个行吗 男师父听到这话 估计要哭了 没得商量 师父呢 还有我磕 咱们也不见了 把我丢去江南一个多月 回来连个面都不露 就想用这堆东西打发我 王爷和男师父都在后山闭关 为什么 就为了夺我 不是不是 男师父在替王爷疗伤呢 我哥他又受伤了 总算带出来一条 只是一条 能有就不错了 慢工出戏活这东西急不得 况且今年金蚕献已醒 你还跑去比武招亲 处理起来更劳神费时 还要多久 至少五个月 西北雨都别醒了 那小黄历已经大获群上回王城了 你老实在这闹伤 否则要是闹下病根 头眼歪斜 再来一个布局 你 师父 我继续练功还不行吗 皇上 太傅大人求见 宣 老臣参见皇上 免礼 太傅怎么来了 皇上见谅 此事本不合规矩 只是老臣思前想后 这份试卷 若是不能让皇上看到 着实可惜 为何不合规矩 此考生不知何音 题目只做了一半 但字体飘然洒脱 通篇文采斐然 若能将文章写完 只怕状元非他莫属 好 好 好 考生叫什么名字 温柳年 江南人 江南人 江南人找来 这要亲自见见的 是 草民参见皇上 温柳年 正是草民 起来吧 这文章 当真是你所做 是 为何不肯写完 因为考试当天 草民腹中不适 往茅房跑了七八回 不仅腿软还头疼 后来实在坚持不下去 只好匆匆交了句 原来如此 今晚便留在宫中吧 明日 随朕一道去早朝 若是你能有本事 将那帮老臣说服 朕给你个探花作 草民谢皇上龙恩 五皇万岁 众卿平身 皇上 这回可当真再拖不得了呀 何事拖不得 自然是从各地照选 绣女入宫之事 朕先前就说过 西北战乱方平 于事未凉 此事押后在意 温柳年 草民参见皇上 你对此怎么看 回皇上 选召绣女说来简单 背后却是数以万计的 银两花销 江南水患频发 朝廷不惜耗费巨资 改造河道 不知诸位大人 可亲眼看过 万千劳工 顶着严寒酷暑 日夜劳作的场面 他们只为 能在今年训期前完工 保住千里卧土 余敏之乡 若在此时广选秀女 百姓心中 只怕也会颇有威词 这 皇上为国事不眠不休 当真担惊竭虑 心系天下 皇上这份体虚百姓的宽人之心 这份无言大爱 若因一次选秀女 而遭民众误解 那将是我大楚的不幸 我大楚的心酸与悲哀啊 众爱卿 可还有话要说 诸位大人 承让 温爱卿在考试当日身体抱恙 没能写完文章 只是文采太过斐然 太复便自作主张 呈给了朕 此事本不合规矩 所以 想问问诸位爱卿 这个炭花廊 朕 是给 还是不给 是考试当日恰巧不是 还是一直便身染疾病 在科举前 忍不住吃了两只烤鸭 所以腹痛如脚 若非太复大人有心 那两只烤鸭 到底会让我大楚 失去何等人才啊 老臣不敢鞠躬 实在是温柳年文章精妙 虽只有寥寥数语 但其中提到的水利之法 却见地独到 温柳年 朝中正是用人之计 不如 皇上 草民有个不情之请 还请皇上恕罪 你说 草民 想做地方官 地方官 是 蜀中云兰城 是个好地方 那边正巧 还是追尹宫的所在地 爱卿先去做个县令 欺评小官 可觉得委屈 臣谢主隆恩 王爷 这个月从王城来的密报 已经送到了 近日 皇上与江南才子彻夜长谈 才子名叫温柳年 温柳年长相俊美 皇上对其极为 皇上日日召温柳年进宫 连用膳也要一道 还特意叮嘱御膳房做好呀 为温柳年关怀备至 连大臣给温才子彻 皇上与温柳年彻夜长谈 皇上和温柳年一起用膳 皇上对温柳年关怀备至 断尼 王爷请吩咐 霍云师给我牵出来 我要出门 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 我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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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济不换这缠绵 夜半钟声有缘 困于善变 铁甲沾双人无眠 恰好风吹热言 恰好的蔓怨 三千金丝绕之间 此生远逢上 地也千古未平 从来世上发过去 只遇见你为错的美丽言 等古风景和宣言 目求已分远 后世故事不必流于碧尖 你看笑我暖凝不变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音乐 在一只 solutions里面 说明天 和文试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阮子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